从检视这边拖影片母片 它可以进到这个页面来 那记得你要选第二张 就二三四其中一张 那我们就同意选第二张好了 因为你选第一张的话跟这个没关系 你要选第二张 第二张它的版面就是像这样子 所以从检视里面去设定这个拖影片母片 母片进来之后来 你看它现在选的是这一块 好那我移到这里来 它说头影片由头影片二到四所使用 就这个样板是二到四用的 那它的这个页围在这里 它名字在这边 日期我把它移动 点这个框框它线就出来 点这个线它框框就出来 那你可以这样拉 变四个箭头你可以移动 然后上面是绿色圈圈可以旋转 你可以把它转过来转正回来 然后点它点线变框框的 然后移过来 然后绿色的旋转 好旋转正之后再把它摆到你要的地方 好那字太小了嘛 点框框从长用这里去设定出体字 然后字的大小 点框框出体字 B是出体字 字形大小 好调整一下位置 好那页码要不要调大小 出体字 好那全部完成之后 我们回到编辑区嘛 要把母片关掉 所以在左上角这边有投影片母片 有没有 好关闭母片检视 它就回到编辑区 回到编辑区每一张刚刚有套用的都会一起改 有没有就不用一张一张改 好从检视投影片母片 来去调整好调整这一块 它选到这一个 然后就调整这一个 好那记得要关闭母片 它就回到编辑区 好来